Lion聊四季 天野東哥新 大家好我是Lion 今天要來看霸佔庭人對上趨德羅人 這場比賽是天地的哈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紅方是選擇了霸佔庭 霸佔庭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地魂時代很便宜 而且他垃圾兵跟駱駝都有這個25%的消耗減免 所以他的這個垃圾兵的造架跟駱駝 可以打出成盾的這個數量出來 霸佔庭人的建築物呢 血量是特別多的 所以在某些情況下 像例如城堡3TC 還有這個什麼TC暴之類的 或是城堡巨頭複雜 都會有一點這個小小的優勢 那霸佔庭的後期呢 主要是打一個霸佔庭神奇兵 強奴還有吉兵 戰毛兵還有駱駝的一個搭配組合 其實你能打的東西其實還蠻多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對手 那對手呢是屈折羅人 屈折羅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的這個一開始會有兩個果子 那這個果子呢可以讓他補增前面經濟 最主要是因為他的羊呢 是會放在這個魔防裡 那這個魔防裡的羊呢 是會看情況是時候的來吃 例如你可能被前期黑棒棒壓制 然後如果中間斷肉的話 才會把這個羊拿出來吃 那基本上羊都是放在裡面 不會拿出來吃 那如果不斷肉的話 就沒有問題了 如果斷肉的話可能就要試情況 去補個羊出來吃一下會比較好 那驅逐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的馬舊單位的額外增傷 傷害非常高 所以這就意味著他的駱駝 傷害是非常強大的 那後期呢是主打一個他的寶兵喔 這個緩刃頭子手 這個俗稱的人形奴炮 還有這個駱駝為主 那當然還有閃避馬喔 但閃避馬到後期的影響力喔 並不是那麼的巨大 最後還是以駱駝跟這個 驅逐人的這個 人形奴炮為主喔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地圖的部分 那地圖部分 金礦在上方 果子在後面 小金在左邊 手在左邊 那目前看起來這張圖 還算可以 但是他這樣地圖來說 算是三片暮區啦 三片暮區 其實還不錯喔 至少有60分 至70分及格 最主要是因為這邊可以很好圍 看這邊中間圍起來 這邊圍 然後右邊稍微圍一下 基本上左右都圍起來了 那左邊這邊再拉到底 就可以輕鬆圍大 那後面還有一塊暮區 其實前面金被控 也可以去後面挖金礦 那地圖分數來說至少六七十 還不錯 那來看一下右 右的地圖 右的地圖 果子在下方 主金在後面 那手在後方 唉唷 這個圖好像更好一點 那 金礦 可是附金在這個位置 還是很接手 因為這邊應該還是會圍起來 好 附金在前面 那正面的話 稍微連防一下 用城鎮中心連防 這圍圍圍圍到底 哇這個小微感覺這張圖更不錯 而且有四片暮區啊 哇靠 這個已經接近天圖的分數了 至少有八九十分了吧 呵呵 唯一的不完美的地方 就是果子喔 有點 偏前面喔 但這個問題不是很大 講實在的這個問題不是很大 只要在後面一點的話 如果果子在後面一點的話 就真的是天圖了 完完全全的 舒舒服服的 那種 好 那接下來兩邊都是 接近一個天圖狀態喔 再做一個對打 那先稍微加速一下下 看一下兩邊的選擇 好 那目前看到 霸戰庭人這邊是打一個 插塔 路線嗎 還是要前置軍營 然後出這個槍矛呢 因為霸戰庭的垃圾兵喔 我們剛剛開頭有講喔 非常便宜 所以他封建時代打槍矛的話 很容易打出優勢啦 對方可能會出過多的這個毛兵來防守 打出這個經濟差距喔 是有可能的 好 那黑拉這邊是學定喔 蓋下了四棟房子 然後做一個防守 右邊開下了一個伐木場 這邊可能大家要圍一下 好 這裡有一隻村民 會被抓掉嗎 唉唷沒有 好險好險 好 果然是打一個槍矛路線 整槍矛路線 對於霸戰庭來說很強大 那我們剛剛開頭有講 這個霸戰庭的建築物血量很多 所以他在對塔的時候 有一點小小的優勢喔 那這邊還沒有決定要插劍塔 可能是想要入侵之後再插劍塔 欸結果在後方直接起雷洞塔 你看看這個劍塔 顯然是1020血喔 非常的多 直接破千滴 好這時候黑拉 欸唷 黑拉打一個23P 然後點伐木技術 這個好像本來是要直層喔 這個肉量 呵 772肉 好三條路都趕完了是不是 喔 趕了兩條路而已 還有一條路在上面 好這應該是鄧鈴 喔不是路 好 有一隻鄧鈴在上方 這裡稍微繼續圍 後面補一下這棟房子 這不是房子 這個建塔 好 然後這個木區被控 就有點難受了 現在黑拉非常需要 安全的木區 好 那這邊是決定在左邊開挖的時候 來保護左邊的木區喔 這兩片木區如果再被控的話 他很有可能會被控木控到死喔 好 都會有點危險 好 這邊可能會被帶路心進來嗎 好 這裡決定要對塔 好 那巴南亭的劍塔是1050血 好 這裡只有 趨德路人只有850滴 這裡巴南亭人在這個地方 就可以體現出他的優勢 好 再稍微加速一下下 兩邊繼續打 一戳 好 這隻聰明極限拉回 哇 好 這邊路心進來 這邊怎麼打 這邊防一下這根劍塔 避免被直接拆掉 這裡反應很快 直接圍起來 好 這邊直接選擇撤退 再補一個洞口 再把這個洞給補起來 那我還以為他會直接入侵下來 然後看到模仿 然後開扁裡面的羊 那你有看到這個黑拉 有拉兩隻羊出來吃喔 他就是 就是我們剛剛開頭講 如果真的缺肉的話 適死的還是要把裡面的羊 抓出來吃一吃會比較好 原來前期缺弱 大於後面的這個經濟產子 畢竟前期都快活不下去了 彈來 何來的後期 對不對 這個黑拉還是非常頂尖的喔 那目前阿拉伯這張地圖來說 他是世界最強的 那也可以算是說 單挑最強的玩家 就阿拉伯這張地圖來說 最硬的地圖 現在在世紀力國圈裡面 阿拉伯算是一個 平衡性最好的地圖 也是單挑來說 比較偏難的 平衡性比較好的地圖 好 來看一下 這邊的一個對打 這邊 毛兵其實數量有點多 七隻 那右這邊有要再繼續出毛兵嗎 好像稍微斷毛兵了 感覺是有點想要上城堡賽 那右這邊是直接 讓黑拉插了兩根劍塔 這樣很賺 而且這根還取消 那待會這邊再插一根 哇那這邊是不是要再對一根寶呢 對一根劍塔才對 那如果再對一根劍塔的話 黑拉的工作效率就更差 我們看到這邊工作效率 現在是右這邊工作效率是71% 黑拉這邊是60%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他的村民 一直在走來走去 然後蓋劍塔防守 導致他的這個工作效率 並沒有很好 好但是也讓黑拉有一點 這個TCDelay了一下 有點斷村的感覺 可能剛剛太忙了 好看一下這邊 一個對打 哇這個殘血村民要稍微拉扯一下 不然會死村 啊這隻村民 再一槍 再一槍 射不到 哇射死一隻 哇這樣就很賺 好躲一下箭矢 走回去 正面增個劍塔 喔殘血回到六萬塔裡面 好這時候會要點下一擊射 這樣就可以吃到對方的劍塔 好這個槍矢真的很煩你看 一直吃一堆箭矢 然後還沒什麼事的感覺 好這裡又也點下了一擊射 那家裡農田已經灑差不多了 大概灑了有13片田 然後再加上4個人吃過 肉量其實蠻充足的 那如果要再多一點的話 再補個3片田 我覺得就差不多了 補到15片田左右 那如果補到15-18片田 上城堡時代還可以打7-4爆 雖然半斬體能 比較多的是打這個奴兵 然後奴兵 然後地龍時代 銜接單TC上強武 這個打法也算是半斬體 一個很兇的打法 因為他地龍時代只要600多樓 其實跟你點這個 一般的城堡時代 是差不多這個價格 所以才會有這種 敗暫停單TC 然後術上槍強武的做法 但這個高端場 高端場上面看到的這個招式 其實蠻少見的 因為太龍被擋下來了 對方只要出大量的戰毛兵 然後再出一點什麼投車奴炮之類的 還是有可能擋得下來 或是用城堡防守 但對方是地龍時代的情況下也會有巨頭 所以高端場他們在擋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擋得很輕鬆 我自己在擋的時候就覺得很難擋 所以有點是吃經驗吧 右邊這邊繼續圍 唉唷 這邊圍怎麼是又在圍啊 又圍了一個大石牆 然後這邊再補了一根劍塔 好不想要讓對方 又 那不想讓黑拉這邊過來 所以我有一個大石牆 這邊拉村民去撒農田 好這邊村民在上次往前 但是那裡又死了一村 哇這邊交戰死了非常多村民喔 五村 哇繼續插繼續搞 又再插了 哇又真的很搞 鳳凰插劍塔 但是黑拉這邊已經點下城堡時代了 又這邊稍微慢了一點 30分鐘而已 但是這邊工作效率已經差距20%了 黑拉這邊經濟其實非常不好 黑拉這邊按了幾隻刺頭 開始來打這些木牆 看能不能有機會打進去 但這裡有一隻槍兵過來解 好順便修一下 哇你看連這個木牆又有300滴 有夠坦 好解掉一隻槍兵 哇自己刺頭死了一隻 好又在後面補下了 應該會先補駱駝 然後再轉騎士喔 但駱駝只能拿來防守 那現在也確實是需要防守 因為只要黑拉這邊出個閃避馬 來打這個毛病的話很容解的掉 還有這個長香兵 這邊補一個修道院 先出了一隻駱駝 那待會就要進去騷擾的話 可能要出點騎士了 好黑拉這邊直接挖出一棟城堡 蓋下了自己的城堡在中心的位置 順便手下的竹筋跟農田 這個位置其實選擇還不錯 那如果是我的話我可能會更彈心一點 想要蓋這個位置 然後就被制裁 有沒有 他毛病又拉過來 然後瘋狂打我蓋城堡的村民 呵呵呵 黑拉就是蓋一個很安全的位置 他不貪 好 右邊這根劍塔好像有機會收得掉 後面村民繼續修 拖一下他這裡面五隻村民的工作效率 這邊工作效率已經被拖到25% 哇 那黑拉根據雲大的說法 他是很少打這種直層打法 所以他這場玩這個屈折羅人 打的封建時代沒有出兵打 反而是一個直層的套路 屬石少見 而且他直層也算失敗了 就是我們屬村的跳城跳到失敗 直接跳樓了 唉唷這邊後面居然死了一村 他這二級射好了 可能又沒有注意到這方二級射好了 偷偷點掉了一村 但是現在村民還是右這邊領先的 好這裡補下一個修造院 好這邊應該是要去撿生物吧 但是有刺吼 這個要可能小心 黑拉可能也是會戰崗 好那目前半人體這邊是3TC Kayno 那好像有高手實測喔 3TC跟單TC Kayno 大概只差了5分鐘還3分鐘吧 但是經濟就是天差地緣 所以他們好像覺得單TC速地往這個套路 並沒有那麼強勢的感覺 可是我覺得在1500分的嘗試左右的時候 用半人體這一招其實殺傷力還蠻強的 還蠻好爬分的 但是這算是一種套路啦 當你不用這個套路的時候你就會下分 所以我覺得練這種套路好像只是爽的意思 並不能加長自己的綜合實力 所以算是讓大家參考的一個打法而已 好接下來半人體人選擇了神聖思想 哇開始要來轉修道院了 好這邊瘦村終於解到劍塔之後把村民放出來 火車出來了 那半人體這邊有這個救贖思想 所以去的路人要打可能會有點難打 因為出頭車複雜的話 這個毛病可能會有點危險 那如果半人體這邊轉出生旅科技的話 就很好解 哇這個頭車居然受不掉嗎 哈哈哈哈 差兩下 哇 尷尬了 如果這個再多一隻還人頭子手的話 就有機會解的掉了 嘿啦 太想要出來早點解掉 但是右這邊反應很快喔 三隻生女速招 直接招掉了 部分的還人頭子手 然後反擊掉 然後用村民直接速修頭車 好 那就我們剛剛講到了 如果右這邊要轉出生旅科技的話 然後又轉出這個救贖思想 他的頭車就會很危險 但他現在只有出頭車複雜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右現在還沒有點救贖思想 就要來看一下右有沒有這個靈性 哇剛剛講完就點了 呵呵 瞄點 可能看到這個了吧 好工程器製造所 他已經 有預料到了 好 左邊這邊拿了一些村民過來 這裡是要插寶嗎 插這裡 他這裡的話可以控兩個墓區 還可以插寶一個城鎮中心 而且又是高地 哇 右這邊控的很舒服啊 這個圖控的舒舒服服 這場右的優勢太大了 黑拉只能被壓在家裡打 那區的羅倫在 剛出來到現在 已經被動過很多次刀了 他已經被Nurve倒了很多次了 他到現在的勝率 好像沒有到以前那麼誇張 以前好像到了70%的勝率吧 好像60幾%的樣子 反正記得已經超過61層 非常可怕 現在好像只剩50%還是40% 我覺得世紀立國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他這個文明勝率 其實蠻平均的 明明有這麼多的文明 但是大家都可以相互克制 或是不會過強或過弱 雖然在早期的版本裡 這個庫曼真的是 草原騎兵做的有夠壞 真的是平衡性整個爛掉 但現在 現在世紀立國的環境 真的蠻適合一直辦比賽的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很奇怪 已經20幾年了 一堆大到小小的比賽還在一直辦 這次你要打世紀立國賺獎金過火也是沒問題 只要你實力夠強的話 也是可以的 即使你實力不夠強 偶爾也可以參加一些小比賽 賺點小獎金 也是 不是不可能 所以我覺得世紀立國算是一個 還是有發展潛力的一個遊戲 並不是大家想著說老遊戲就一定沒結果 我覺得有點算是看遊戲性質吧 還有這個 遊戲社群的支持 這也是蠻重要的 就是現在在看這支影片的觀眾們 你們也是其中的一份 沒有你們支持 這個世紀立國券也不會變得這麼強大 明明是一個RTS遊戲 卻在2023年 是這麼多人在看 蠻神奇的 好看一下這邊砸 嗚嗚嗚 砸到區域只有羅倫的自己的還任投資手 好原來這邊是用生旅喔 去招 招到他了 然後這邊被城堡給射掉 這個投資車 這個生旅招真的是蠻重要的 這邊可能要再按幾隻生旅出來打 好但這邊按了幾隻霸彈庭聖騎兵喔 哇這邊霸彈庭聖騎兵直接過來打 哇那霸彈庭聖騎兵好像不太好解 因為他本身有這個減免傷害的效果 對於駱駝 那打這個還任投資手的話 又有這個額外增傷 所以還任投資手數量夠大 才有可能打得贏喔 但是說打得贏好像也是55開 畢竟也不到55開喔 可能46開 還是劣勢 偏於劣勢的那種 畢竟他被打的是額外增傷 他帶了這個半人體聖騎兵 是沒有額外增傷的 那半人體聖騎兵的後期還有這個後勤科技喔 會有擴散傷害的效果 所以這個踩下去喔 直接可以踩泡這個 反正投資手的血量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他血量很少 基本上只要大量的半人體聖騎兵喔 只要輾過來喔 這個基本上 每人各砍一道 就全部蒸發掉了 這是可以預見的畫面 好但是半人體聖騎兵這邊要出來其實很困難 因為他造價實在太昂貴了 而且半人體聖騎兵他只有二攻而已喔 所以他在一些情況下互打 其實沒有這麼有優勢 但是你看這邊打這個環勞投資手 痛得要命 呵呵 好 那半人體聖騎兵他比較害怕的東西是強弩 但屈著弱人這個文明是沒有強弩的 雖然他有三級射 但弓兵系不太行 所以這邊要抵抗巴仁廷人 只能用駱駝而已吧 但駱駝硬打的話 如果後面有後勤加上什麼精銳巴仁廷聖騎兵 可能也是打不贏喔 好 又這邊經濟優勢非常大 轉出了地獄四代 好 清騎兵的升級 OK 招一下 拉一下 OK 互相拉扯 這邊還補了一個城市中心 哇 他哪時候補的 又 黑拉這邊真的是到處搬家 好 但是他的工作效率回來囉 回到了72% 甚至有點小小反超 這個 又的經濟效率 工作效率才對 好 看到這邊 又已經點下了手推車 還有這個化學 化學可能是要轉點火槍嗎 那個火槍打這個 Treezer羅倫的環刃頭之手也會有額外增傷 每一隻火槍我就是加10滴血吧 額外增傷10滴 所以打這個環刃頭之手還有這個射程優勢 一直甩槍的話環刃頭之手也會很難受 只能靠自己的跑速優勢 上前硬貼喔 才有可能反打成功 不過有點算是操作者的一個操作 空間的問題 這個箭塔還在搞阿 這個箭塔好煩阿 你看這個到帝王時代了 血量來到1428 哇 這個血量很多阿 要射很久 這邊繼續拖黑拉的工作效率 好 這邊半人停聖騎兵過來 稍微拉扯 用環刃頭之手擋一下 但是駱駝有點扛不太住 嗎 喔 好像可以打得贏喔 唉唷 居然這個時候這個時間點還可以 環刃頭之手直接收掉生魚 後方的半人停聖騎兵 感覺有點打不太贏 哇 稍微被壓制住欸 沒想到駱駝加環刃頭之手這個搭配 其實還不錯喔 在這個時間點喔 因為這個半人停聖騎兵的數量 還不太夠 所以其實打起來有點 不太給力 好 這裡轉出了火槍 看要不要直接把所有的半人停聖騎兵 鎖到城堡裡面回血一下 這個血量太慘了 很難再繼續作戰了 不然就是暗生率補血 好 驅逐羅倫這邊帝王時代的 整個駱駝偶外增上效果 就可以體現出來了 好 這裡補下更多的射箭場 上方補下一棟城堡 偷插爆了HERA的城鎮中心 好 巨頭也出來 但是這邊出了幾隻閃避馬 這兩個要怎麼撿呢 直接硬上 四伍就硬上了 好 這個產生中心爆掉 好 HERA這邊要來強攻佑加里 好 右側這隻獅頭偷砍了一些村民 閃避馬四隻 然後兩次新騎兵走進來 OK 抓下這隻村民 哎呀 還是死了一村 看這邊殺進去囉 閃避馬開始鬧家裡 這邊鬧得還不錯 好 拜登庭聖騎兵過來 防守一下 好 這邊打對方的閃避馬效果還不錯 好 這邊打對方的閃避馬效果還不錯 就是曲折羅人所有的單位的 基本上曲折羅人打不太贏 巴登庭聖騎兵的 所以 待會也可以預測 就是 右這邊可能會全出 巴登庭聖騎兵的 做一個進攻 好 這裡火槍 有點慘 火炮可能會被收掉 摘一刀 哇 八滴血 哇 右這邊打得很好 加里守住 然後 外面就去給壓力 好 這個閃避馬再次過來 哇 閃避馬數量非常多喔 好 二級防也補了 好 這邊看一下 對射一下 OK 解掉了一些閃避馬 那這個閃避馬呢 就是 被騎士給取代的單位 所以 他去的路人是沒有騎士的 但我這個閃避馬 那這個閃避馬有缺一點 就是血量跟攻擊力喔 比騎士還要少 好 那遠防的部分也少了一點 對 跟一般的騎士互打 或是駱駝的話 會很容易打出烈士來 不像騎士可以硬啃駱駝 可能數量過多還有可能打的 閃避馬的話就是完全沒機會喔 只能盡可能的喔 去偷打村民會比較好一點 或是打工兵 打工兵的話這個效果還不錯 但右這邊是完全沒有走強奴路線喔 打火箱還可以喔 好 下方這邊有點被壓制住喔 這個火箱一直被吃 哇 這邊閃避馬打得很漂亮 左邊這邊蓋寶 被發現 黑拉這邊直接 吃到了巴人體聖騎兵的傷害 喔 這邊點一下金瑞巴人體聖騎兵 看來是要走一個 敗戰路線 好 下方 稍微做一個拉扯 這邊已經決定 打完就走 不想要練戰 這個再練戰下去 會很難受 好 這邊是偷蓋了三個馬舊 這裡補了一棟城堡 哇 這哪時候偷補了 可能是蓋塔的那隻村民喔 到了後方偷偷蓋馬舊 結果被抓爆了 好 那這邊中間補下了一棟城堡 稍微來防一下 這個閃避馬靠了很多村民喔 兩邊的村民死傷處都超過了30村啦 哇靠 又這邊點下了霸彈琴射持兵 還點下了工會制度 待會要來盜報買賣一波了 好 高手之劍的買賣 是相當關鍵的 只要有買賣的話 這個經濟差距喔 就越拉越大 好 這邊後勤好了 好 劍塔效果開始出現 那波蘭的金冠 跟霸彈琴金冠的能力喔 是一樣的 都是這個劍塔效果 其實把這個劍塔效果 搶成擴散傷害就好了 每攻擊一下都會有 每一隻單位喔 是每一隻單位喔 所以為什麼波蘭的大洛馬後期會這麼強 非常的鬼喔 就是因為這個 它有類似於霸彈琴聖騎兵的後勤科技一樣 是有這個擁有非常強大的 哇靠 應該我們Buck一下 看到這一波 哇 你看這個 哇 這個劍塔 突然血量就消失了 好痛啊 環人頭之手完全擋不住 好 家裡繼續用自己的 不然提升騎兵去追逐 但閃避馬跑速比較快喔 你看這個被拉 看不到車尾燈 跑得比較快喔 繼續做 放紅震的動作 讓其他的閃避馬去打 會更好一點喔 好 這邊巨頭也被抓到 想要到處開戰啊 好累啊 好 村子中蓋好 閃避馬繼續追 哇 又抓掉了一些村民 又有村民疊字剩下121村 但這邊三個馬就蓋好了 但是也拆掉了 不是蓋好了 好 又這邊點下了彈道學跟2級射 繼續輸出 好 閃避馬繼續跑 好 這個就是黑拉的車 就是瘋狂用閃避馬跑來跑去 家裡用駱駝守住 但是他有這個裝甲等級喔 非常高 對於騎士的 來看一下 發展停車騎兵跟駱駝會多點 會不會有感覺呢 這邊升級了大洛馬 跟這個重裝駱駝 好 但是黑拉有這邊 撒地利肉量消耗減免效果 所以待會出大洛馬也會很便宜喔 好 現在 發展停聖騎兵 對於城堡傷還是會有點傷害 但很坦阿 這個單位真的是賊坦 看一下這邊的一個對打 喔 這邊突然開戰起來 發展停聖騎兵好像有點給力 重裝駱駝有點卡不太住 你看這個 半型聖騎兵 被駱駝打 其實血量掉的沒有很快喔 但是平滾下降而已阿 感覺好像沒有額外增傷 看抗駱駝傷害實在太強 好 25隻 哇 已經出到49隻了 好 繼續尋找司機 放在這個位置還不錯 直接關了起來 好 撒下了二級絕驚 好 撒下了二級絕驚 好 繼續... 繼續跑到後排 好 二級挖石 好 都補下了 後方又有少量的洛瑪 在騷擾又有的農田 但他這邊防守都很急死耶 一直有這個八人停聖騎兵 在後方農田在防守 好 大洛瑪繼續亂開 你看這邊還是有八人停聖騎兵 到處都有 但這邊騷擾確實也是受到臉傷害 這邊直接毒口 不想給對方有機會 好 現在能不能打過去呢 現在能不能打過去呢 現在又在想 只要能跟對方一絕死戰的話 自己就有非常大的優勢 繼續砍爆城門 哇 城門爆了 好 接下來 就要來看一下這一波的交換 最後一波 好多 哇 城堡繼續修理 好 又再補下了一級步兵板架 好 又再補下了一級步兵板架 這裡補下非常多的均勻 這是要出疾病的意思嗎 開始槍兵亂戳 直接把這一坨的落馬給戳掉 兩邊都還在持續講詞當中 黑亞這邊決定要來初級 因為兩邊人口基本上都大保200人口 這邊要做一下單位交換了 看到這邊巴黎聖騎兵要被包圍 這一波互打 巴黎聖騎兵的血量掉得很慢 但是對手的落頭還有大羅馬 被這個踐踏效果直接踩爛了 血量噴得非常快速 巴黎聖騎兵沒砍一下 都會獲得這個踐踏效果 所以直接踩爆了黑亞的所有的騎兵單位 黑亞這時候打出了GG 一百多隻的巴黎聖騎兵 無雙啊 好猛啊這個巴黎聖騎兵 直接大爆打一波 即使被包住了還可以從中間突圍成功 這就是我所熟悉的巴黎聖騎兵 但這個打法真的是非常少見 可能你看個50場裡面也不會出現異常 因為這部影片呢 其實我跟雲大昨天有拍過一次 只是因為 不知道為什麼我Discord 永遠受不到其他人的聲音 所以雲大的聲音這次也沒收到 相當可惜 但是雲大人真的很好 他說下次有機會再一起拍 所以之後還是有機會 大家可以在我的頻道看到 雲大跟我一起來講解的部分 好 那麼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好 經濟的部分是 手推車 還有這個二級伐木 都是蠻準時的 你看 城堡實在都是要馬上點二級伐木 這個CP值最高 那輪走技術後面也沒有太晚補 而且補完輪走之後馬上就有手推車了 而且這個還是在Discord 之前就點的 所以右這邊也是把經濟控到最好 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那我覺得比較關鍵的是這個工會制度 讓右後期 即使沒有金礦 也可以用自己的木頭跟肉 換取更多的黃金 這也算是讓他後期的八代金聖騎兵 可以爆出這麼多的 的一個關鍵吧 這是我個人感想 當然也是因為有控到這塊金的關係 這塊金也是非常肥美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次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